直到看了越南皇帝真实面貌 我才终于明白 为何古代皇帝都短命了 这段珍贵影像拍摄1923年 记录了越南起定帝出行全过程 透过镜头我们可以看见 十年38岁的起定帝一脸老太 在频繁的后宫生活后 他的脸上胶原蛋白流失严重 身体相当消瘦 在成功落座后 一群太监当即抬着龙椅 准备前往寺庙进行祭拜 作为中国古代的藩属国 越南封建王朝与我们十分类似 这些抬教之人几乎全是太监 他们负责着起定帝的生活起居 在成功抵达寺庙后 起定帝在太监的搀扶之下 最终走入了寺庙之内 在皇帝祭拜天地的同时 寺庙大厅更是热闹非凡 大量朝中大臣纷纷跪地 祈祷着越南五谷丰收 国泰民安 可任凭这些大臣如何虔诚祈祷 起定帝最终于1925年驾崩 享年仅仅40岁 据记载 起定帝先后一共娶了五位妻子 后宫更是有着家里三千 在长时间的纵欲生活后 起定帝身体自然留下隐患 纵观起定帝一生可谓充满鄙夷 作为越南倒数第二个皇帝 起定帝执政期间西化严重 作为法国的殖民地 起定帝不仅没有维护国家利益 而是助纣为虐 不断帮助法国剥削越南底层百姓